不过在这个昨天的讯息里面 高雄市长补选投票将登场 南下预售票已经卖了70% 今天晚上要开加班车 另一方面来看看今天的讯息 市长补选决战最后18个小时 高铁左营站龙喜狼 返乡人潮正式涌现了 那么有人说这是高雄人 这一年来第三次的投票 外界评估投票热度不高 但近期网路上再度掀起 呼吁返乡的热潮 高铁订票状况也不差 高铁表示周末搭车旅客 本来就比较多 那么在今天的晚上7点15分 要再加开一班 全车自由座南下列车 出现了返乡的人潮 同时在这个网路上 公民歌草行动 大家开始贴高铁票了 回高雄要投票 这打起来 这也打起来 他说为了不被嘲笑666白做工 为了那些没办法回来这么多 趟的北漂族为了寒疾混门 所以我回来了 这是从桃园回左营 这是从台北到高雄的一个票 再来看看这一张 这一张是坚定歌草 要投三次 要投好投满 它是这个核心客运要回去 会不会使得投票率冲高 创夏天来看 基本上现在的投票率 当然应该是会再有这个气氛起来 而这个气氛里面就是 韩国瑜真的 他从那个总机变成了吹票机 这也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整个冲票会高 那这样高的话当然是 对于高雄来讲 这次的选举这半年来 也是给我们台湾一个很好的机会 民主虽然不完美 但是民主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有很多时候我们先前的时候 可能因为想要坏人做做看 但是坏人做做看之后 也证明了一件事情 在台湾这样一个 李登辉留下来的民主的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收回授权 再过来呢 民主也会告诉你说 你不要把选民当成是玩笑 当成是玩笑 所以你总机完毕之后 推出一个影印机 你就会得到代价 当然李梅珍也付出很大代价 他的学位也没了嘛 可是国民党也会付出代价 可是这里面其实真正觉得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高雄市民 在这民主里面的洗练 然后这个所有的选民 在这个情况之下 就算我知道胜负我的心已定 但是为了彰显他的价值 我还愿意花时间 我还愿意花钱 这代表着是台湾公民 对于民主价值 和民主的效果的一个坚持 问题在于说 国民党你怎么办 国民党碰到了一个 极端的一个群众 你到现在为止 没有发展出一套的方法 加以去管束 加以去约束 然后走一摊 国民党对于一个极端的 已经不是深难的问题 而是深寒的问题 你国民党今天又会出来的话 从此之后 深寒再复出 又在吃深寒的这个兴奋剂 又在吃深寒 那这样一个兴奋剂 那你国民党怎么站起来 而且说实话 这在一个 李登辉留下的一个 民主的成果来讲 我们还真的不希望 台湾没有一个 合格的在野党 那对台湾的民主 其实不是好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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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